桃园县八德市蔬菜产销班第五班 为年轻农民组成 成立于民国九十年 本班通过吉原浦认证 生产面积八点三公顷 以摄氏番茄及小黄瓜为主 产品品质加售价高 销售以自产自销为主 顾问专家辅导本班导入企业化经营管理 强化产销班组织运作 办理教育训练课程 记录生产流程及收支账务 设计共同品牌 包装纸箱 礼盒贴纸及产品DM等 透过新品牌发表会与产品展示 提高产品曝光率及销售量 本期农业经营管理训练课程丰富 但由于时间紧迫 且大部分组员都是初次接触课程 学习过程难免倍感艰辛 索性在讲师与主办单位努力下 组员都学习良多 未来仍需进修 顾问师们除了协助班员成长 在辅导过程自己也收获不少 感谢CBC洋顾问适时指导 本期训练课程及辅导经验 有助于未来辅导其他产销班农业经营参考 顾问们就觉得我们的组织不够强化 所以我们可能一年正式的班会开不到两三次 但是经过这一次之后 顾问就要求我们每个月开两次班会 但是大家一开始觉得好累 可是在这几个月下来之后 我们发觉这样真的是有好处 就是事情要推动比较容易 比较快 我在观察他们在一开始接触 这样的一个实习计划的时候 我大概是一开始觉得他们是千头万绪 那一方面这个产销班的这些班员呢 也不知道到底他们来这边可以帮助他们做什么 所以大概彼此之间的磨合时间 有稍微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的磨合 那也蛮庆幸的就是因为 他们大概也释出很大的一个诚意 所以让这个产销班班员也慢慢发现 他们的这个确实可以帮他们做一些改善 所以到了第二阶段就进入了所谓比较进入佳境 想还有课程里面就是让我们要有热情 怎么样去帮助农民 然后顺便推动我们的工作 我觉得要有那个热情真的很重要 说这几个月来我们大家合作很愉快 那希望就是班员在我们大家带动下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茁壮起来 那不管说以后我们顾问师有没有继续辅导 他们都还是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 那上了这门课之后呢 就是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然后也有很多感想 那不敢说说以后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很顺利的解决 但是起码知道说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哪个方向去找答案 我是觉得我们的产销班 基本上算是职优而且很精良的 是这个非常精英的部队 那我们先把他的品牌整个建立之后呢 我们可能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会从 比如说扩大班员的精英规模开始 我们会从这次训练的一些结果 一些训练心得 然后套用在精英可能 套用在其他产销班上 当然也不 如果有不是 比较不适合的部分 那我们会去请教其他同仁 或者是跟我们老师这边在做请教 那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敬我们所学 然后去帮助我们农友 再提升我们农业的竞争力 其实这班的优点算蛮多的啦 因为他的班员很年轻 所以我们在辅导的时候 其实跟我们年纪都蛮接近的 是蛮容易沟通的 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可是很多部分也是因为人的问题 因为都老化了 所以变成说他也不愿意去投资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农业需要有新的一代来接受 才比较有希望 哈勒产销第五班 青年农庄 共和家 赞